霍城县卢草沟镇是一离交通的重镇和枢纽 这是一个芳香小镇 有11个村 居住着汉、维吾尔、茴、哈萨克、蒙古族 总人口42642人 大家好,我们现在去村子里看看 这个村子里有很多的民宿 我们一家一家去看一看好不好 我旁边这个 他叫老汝 汝老师 他是设计师 这个私工村的民宿 88% 都是你设计的 总设计师 都是他设计的 北京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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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快成为新疆娃了 待两年了吧 对,整整两年了 待两年了 觉得新疆好吗 伊犁好吗 习惯了吗 新疆对于我来说就像第二个故乡吧 到了这边以后觉得生活各方面都非常舒服 而且我特别喜欢伊犁这个村寨的这种感觉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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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哇 好玩 你真棒 小朋友可以来玩咯 哦 小朋友可以来玩咯 你开心吗 在这儿 开心啊 好开心哦 今天我们在民宿碰见了个小导游 老茹 他名字叫果果 给我们介绍的可好了 这还没收拾好呢是吧 这是成品 嗯 老茹 老茹 你见我们那个汉堡饭呢 哎呀这叫得多清晨 老茹 哈哈 哎呀 他太可爱了 在我们玩的那儿 宝宝地上 太可爱了 我们去下一个民宿 每个民宿的特色都不一样 各有各的特点 好我们现在是离开了悠悠的民宿 挤牛奶是吧 哇 好 好 你太可爱了 对 你看 你那时候放到奶牛这样这样挤奶 牛在看你 你看 挤奶 就挤上拿手捧上再喝一口 哈哈 捧上 哎呀对 哈哈哈哈 好的 好的 这个是蜜蜂 这个蜜蜂在西密里 你看 这个蜜蜂的后面的灯� 都炒在蜜蜂花霸 哎呀 你要不说我都没有觉察到 你的观察力太强了 真是乌鲁蜂的 这个蜜蜂花霸 哎呀你要不说我都没有觉察到 你的观察力太强了 真是乌鲁乌鲫来的怀鲁 我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小男孩在吃辣条 哦小男孩在吃辣条 这是烤肉吧 嗯应该 应该吧 哈哈 我觉得这应该是烤肉不是辣条 这是一个哈萨克族的小女孩 哈萨克 嗯哈萨克的小女孩抱着一头 我心爱的这个小宠物就是他的羊 这幅画也漂亮 你看这样子就很逼真了 哦这样就很逼真了 哇我对你太崇拜了 这个地盘是谁做主啊 我做 这个地盘是你做主啊 那你是这家这个民宿的小公主是吧 哇你看你好可爱太漂亮了 我好喜欢你啊 这身好漂亮 你叫什么名字 张树瑶 张树瑶 哦 你给这个拜拜介绍一下你们家的这个院子 都是带啥的 带他去看看好吗 走 嗯 进来你看看 带我们进来看一下 哇 这个房间你住过没有 你住过啊 你想住哪间住哪间是吧 哈哈哈 不是人多了住不了了 人多了住不了了 人多了你就住不了了 哦 哦 你们家民宿太漂亮了是吧 第二间 第二间 好的 嗯 好温馨啊 这个灯我感觉挺漂亮的 哦 你的灯你感觉挺漂亮的是吧 嗯 嗯 现在这个也可以住了 哦 也可以住了啊 看这还是火锅 烤鸡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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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不认识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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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几个 认识几个 啊 你跟我说一下认识哪几个字 那这个是啥 绿 绿 绿 青山 就是 金山 银山 嗯 进去一下 嗯 好的走 我们转了一圈在这个荒房村里 今天呢 认识的这位小导游叫果果 他带我们到这个荒房村里的每一家每一户的这个民宿去转了一圈 收获不少啊果果 好久 各位 看在这都打个招呼 嗨 哈喽 粉丝们我们在苦风民宿吃火锅 好 好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味道很好 味道很好 嗯 味道很好 粉丝们 哈哈 那到底是德克式味道好还是火锅味道好 对啊 火锅味道好 傍晚 我们坐在仆佛民宿的小院里吃着火锅 看着星空 吹着晚风 闻着薰衣草的花香 听着田野里蟋蟀和青蛙的叫声 实在是一种享受和放松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继续再见 到时候 对啊 对啊 好 对啊 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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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